另外带你来看到达仁乡新华村拥有丰富的台湾游山树森林资源 而为了发展新华村的生态观光旅游景点 达仁乡公所斥资2500万元 打造来回1.5公里的游山步道 而两期的工程也已经完工 因此乡公所办理传统祈福仪式 达仁乡新华地区有300多棵需要有1人以上才能环抱的台湾游山 而国内台湾游山约有1000棵 新华就占了三成 数量相当丰富 达仁乡公所特别兴建来回约1.5公里的步道 目前已完工 并在登山入口处举办传统祈福仪式 办祈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原住民一个传统的习俗 就是来到山上一定要跟我们敬拜我们的主线要告知 我们也来这边希望没有打扰到他们的 没有打扰到他们 这个游山步道总共花费三年时间兴建 赤资2500万元 后续也将进行第三期工程 并希望藉由祈福一事 也安排进行步道 希望找出待改善的地方 后续会进行修正 这个工程会一起跟二期 总共大概将近2500万 我们今天来的目的就是希望我们下一次 一方面是说我们来这个锻炼一下身体 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看下一次海面修正的一个地方 作为第三期工程的一个这个先行的现堪 刚完工的游山步道 未来将交由新化社区发展协会来运作 并订定入山规则 预计采取预业制 期望未来能促进新化村的观光产业 同时做好生态保育环境教育 让更多人感受新化游山森林的美 就讲解大人相报道